这个是芽芽的泥铺 他们家的赛点时刻 这个14块8毛8是一个填充物 里面大部分是一个透明小玻璃珠子 然后剩下的是这个空心小广球 然后是一些大片的扇片 组合的还挺清爽挺漂亮的 头一次见中绿色小标签还挺好看的 是一个水果樱堂的味道 不是很难闻 这个底胶稍微有点黏了 那我们这有点热 尤其是阳台上比较热嘛 透态的话它就比较容易受影响 昨天我去济南动物园了 里面有的动物歇班了没上班 哇这个还挺漂亮的颜色很清新 没有看到熊猫没有看到河马 我感觉里面的很多那种大型哺乳动物 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都很焦虑的样子 这个没大有什么摩擦音 但是很漂亮颜值 就我跟你说我去看那个老虎的时候 然后这是老虎的那个笼子 然后那个老虎差不多就这么大吧 那个笼子的大概就是老虎的五六倍这么大小 然后那个老虎就从这边一直往这走 就这样来回走 沿着一条直线来回走 停都不带停的谁也不看 然后外面一群人围着它 它就在那孤独的这样来回的躲步 感觉很焦虑 我甚至觉得那些动物园里很多大型动物 它那个状态还没有在外面流浪的小猫咪状态好 它那个济南动物园里面还有很多小猫咪 到了晚上五点半左右 会有专人过来喂养它们 而是它们都已经做绝育了 耳朵都捡耳了 小猫咪的状态就特别的自由快乐 也不怕人 就很好 而且各种花色的小猫咪里面都有 昨天最大的快乐就是临走的时候 看到好多小猫咪 黄金脆皮蜜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一个 它们家贴纸真的是第一眼就很戳 我就是看一眼它们家贴纸 我就决定下单的那种 这个里面是两个脆皮辣块 然后是胶酱糊的液体胶 这个胶体是很醇厚的 是一股很淳朴的 很天然的蜂蜜的味道 这个白色的软珠子 不会是那个水雾魔珠里面的白色魔珠吧 哇这个创意真的绝了 这葛外网不得卖个28刀啊 这个价格是26开8毛8 我就是冲着这个泥去的 这个蜡块很干净很正洁 也没有泄漏 它夹在泥里面也不会让这个偷胎变得浑浊 真的是全新的体验 声音很酥脆 蜡皮做得很精致 这个窗里真的绝了 等一下还有一块金箔 昨天刚说到有一点硬质 好热呀 阳台上 为啥我之前一直没有刷到过这个店家 我觉得他风格真的很好 然后我就加了店主的微信买的 我看店主照片也是个美女 就是那种无关很立体的那种美女 这个蜡好可怜啊 被捏碎了之后就扔在一旁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说把它混到泥里去吧 手感又不舒服 不混到泥里吧 它里边多少还有点这个 史莱姆 该抛弃的时候就要果断抛弃 不能让它影响大局 我最近被这首歌洗脑了 好好听啊 起胖的话有一点弹弹的 这个蜂蜜味也挺好闻的 不是那种特别甜腻的那种 是那种稍微带一点香土气息 带一点香愁的蜂蜜 它属于那种紧绷小妮 会回缩的 这样好像一大哥那种 有一种面包 它就是纹路就是这个样子的 紧绷小妮 这就是20年之后我们皮肤的状态 好 就这样了 好